请用箭 祝福人一把生意稀罗 彩岩圆滚滚来 来宾一同用箭 永红蓝叶在潮州镇设点开设的 花艺专卖店蓝艺芳正式落成请用 未来希望把优绝蓝花 做精致化的内角贩售 潮州这边越来越多的朋友问我们说 我们既然已经把蓝花下到全世界 为什么不把这个漂亮的花留在国内 那一开始我们是做一些 相关的商品包括贩卖机 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需要有这种送礼或是这种祝贺的礼品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在台湾花很多时间研究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推出的系列 就是我们可以在屏东 宅配全省到每一个地方 提供各式各样的花礼盒 以及兰花系列产品 从小株的花礼盒到大尺寸的盆栽 应有尽有 不少参与贵宾大战在地产业的成功行销 不仅让传统花卉业走向精致化 也能推广屏东兰花之美 把这个也在生产地的这些种植的兰花 能够在尸体里面 尸体的店里面 让我们的消费大众 消费民众可以现场来买到 我想过年过节都快到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送水果 不是送什么生产品 其实送兰花也是一项非常得体的一个产品 对于这个花艺的这个推广 还有这个兰花产业的推广 事实上它有它不同的想法 那它把它的商品 把它做成礼盒化 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一点 那也方便携带 那也蛮方便去做自己观赏 或是送礼来使用 过年过节 我觉得这都不错的一个想法 所以它开这个花艺店 这个我做一个实体店面 事实上也有带动整个内销 还有这个整个我们的一般的 平价化的这个兰花的一个行销 那我们这几年也看到 这个永恒兰叶的进步 就是他们也生产了 在COVID-19的时候 很有特色的这个口罩 那今天看到他们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更友善 更亲近的买到他们这个 很漂亮的兰花 然后送礼自用两箱银 像我自己就很喜欢 在过年的时候 家里的一些角落 放在小柱的 放上小柱的兰花 那就是飞行的这个心里很开心 实体店面的设置 许多乡亲前来购买 无论花礼盒或是小植株 都有拥护者 业者期盼透过这卖店的模式 让想要年节送礼或是喜庆祝贺 才买的乡亲 不用被花店设限 到兰一方来就能打包带走 一次搞定 停车也方便 然后附近你除了买花 然后买吃的也很方便 这样子 因为如果有门市的话 这样子我们选花 就不用再跑到永宏兰宴那边去买花了 通常我们在买花 都是只有到菜市场 或是一般街道里面 然后又没有固定的时间 如果说我们想要送朋友 或者是今天有这个需求的话 我们就喜欢到这种比较专门的店来买 而且这边包装美观 然后送的话气质又很多 有很高尚这样子 我觉得说我们送礼的人 会觉得很有面子 然后收到这个礼物 相信他也是很高兴 强调包装美观 花语礼盒又很气质高尚 不仅送礼的人有面子 收到礼的人也相当高兴 而未来花语店也会陆续新增各类成品 并提供蓝叶相关知识讲座的内容 不仅要行销在地优质成业 也期盼让这里成为以兰花会有的好地方 接着不一定张志豪采访报道